人類的一個社會 我們的工業呢 是一個非常線性的發展 也就是說 東西被開採 被製造以後 到使用的鏡頭變成廢棄物 一個永續的未來呢 事實上是必須從這個線型 變成一個循環型的發展 也就是像地球一樣 不斷地氧化還原 氧化還原 那我們的工業文明也應該學習地球 變成一個不斷循環永續的圈圈 我覺得在過去以往的經驗裡面 大多是專精重向的一種深入學習 在未來跨領域的世界裡面 更重要的會是一些跨學科 橫向的一些整合能力 參與未來的過程中 繼續尋找和堅持 不可被取代的一些傳統特性 我覺得會是未來非常重要的一種合作模式 我們要選但會當然會 所以我們要選擇 世界這制度都完成了 我們要選擇 對我們這些測試 我們要選擇 選擇 經驚來